因性成义其实讲得很清楚 因为耶稣基督 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 所以不要再去想 我的罪有没有被赦免 不要再去想 我的认罪够不够虔诚 神才会赦免我 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一直到我做传道的时候 我还在想 我还在担心神有没有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认罪得够虔诚吗 虽然我那个罪已经认过一次了 但是我那次认得够虔诚吗 要认得够虔诚才可以 好像我那时候哭的时候 没有哭到流逼地 所以不算够虔诚 我要够虔诚才可以 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基督 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上帝已经饶恕你了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算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你还是要认罪悔改 我再重复 就算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你还是要认罪悔改 你认罪悔改 不是要让神赦免你的罪 神已经赦免你的罪了 但是你必须认罪悔改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想问你一下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 这位父亲已经饶恕他的儿子了 对吗 当他老远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 他就冲过去抱他了 对吗 就表示说这个父亲早就原谅他儿子了 他儿子一回来的时候 他就立刻抱住他 连连与他亲嘴 这是一种爱的表现 这位父亲这么的爱他 然后呢 一到家的时候呢 就给他上好的袍子 给他鞋 给他戒指 然后给他言习 庆祝他回来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这位父亲早就原谅这个儿子了 对吗 其实在这个儿子伤害他的那一刻 他已经原谅了 这才是真正的饶恕 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这个二儿子 不容易悔改的话 不容易悔到他父亲面前 认罪悔改的话 到今天 他还是跟猪在一起